大家好 我是郭月木禅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最近我在美媒彭博社上看到了一条新闻 说是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最近领着个贸易代表团 跑到了菲律宾和泰国等国进行访问 出访期间当被记者问及 美国是否计划在对华半导体贸易领域追加新的限制措施 这一问题时 雷蒙多煞有介事的表示 我们不能允许中国利用我们最先进的技术来实现军事进步 所以 是的 我们将竭尽所能 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美国人民 扩大我们的控制 遏制中国的科技发展 雷蒙多的这番豪言在国外社交平台上引起了不小争议 从推特到红迪网 各种吐槽之声可谓是不绝于耳 我能从他的言论里感受到歇斯底里以及万念俱灰 任何道德层面的伪装统统消失了 只剩下了一句赤裸裸的 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阻挠14亿人的发展 我记得他上一次说这话的时候还是在华访问期间 华为凑巧在这一时期发布了他们的新款Mate60 Pro手机 有人拿他的照片和Mate60放在一块披了张图 笑话他是华为的非官方品牌大使 这张图当时在中国互联网上传得很火 这让华为大受欢迎 他们希望我们中国人民永远都被禁锢在产业链的下游 只能生产那些廉价的东西 但是我们想要发展 让我们的国家在我们这一带变得越来越好 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不会向美国低头的 他们自以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会更好控制 但是他们低估了中国人的潜力 中国人变得更好了 中国没有重蹈苏联的覆辙 即便是在苏联最强大的时候 他们也无法控制中国 试图贬低和妖魔化竞争对手 而非拥抱全球竞争 并创造出更好的产品 这是软弱无能和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帝国颓向尽险 公平竞争成了一句空话 道德的遮羞布已经被扯下了 帝国又重新回到了强权即公理的状态 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美国将在创新上超越中国 从而通过非凡的竞争力获胜 但话又说回来了 众所周知 这从来都不是美国所颤诚的竞争形式 相比公平竞争 他们更喜欢的是用撒谎 霸凌和偷窃的烟雾弹来掩人耳目 也就是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几个月后 雷蒙多可能就要从商务部长的位置上 卷铺盖滚人了 便属那些最令人厌恶的 没有任何道德伦理可言的人 雷蒙多肯定是其中之一 每个国家都有发展的权利 像雷蒙多这样的人 无权剥夺任何国家的发展权利 雷蒙多这番话揭示了一个真相 那就是隐藏在美国保护主义背后的实则 也不过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霸 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要如何阻止中国人获取知识 高端芯片确实非常复杂 而且制造起来也极其困难 但从根本上来说 它终究还是物理的 而不是什么玄幻莫测的魔法产物 只要美国想 他们大可以竭力的阻止 他们想要阻止的一切 但他们这么做 说到底也不过是在拖延时间罢了 显而易见的事情 中国有人有钱缺的只是时间而已 估计就连雷蒙多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他正在帮助中国本土的高科技企业 解决一个他们过去从面临的最大问题 即市场需求不足 雷蒙多那话是怎么说的来着 我们不允许中国利用我们最先进的技术 那么问题来了 最先进的技术好像并不只是掌握在我们手里 是啊 不惜一切代价 唯独不敢和中国人正面竞争 是吧 可目前的问题是 对于中国而言 中国从来都不缺乏追求独立自主的能力和决心 中国缺的只是时间 看看中国的空间站 中国的卫星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 中国的汽车 中国的无人机 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 还有不计其数的中国兴起玩意儿 中国所拥有的意志力 脑力和庞大的规模优势 不是美国能够比拟的 中国具备完全超越美国的潜力 现在的美国或许仍然享受着他们的领先地位 但就像所有其他领域曾经发生过的那样 美国在半导体这块早晚也会被中国甩在身后的 我来给大家翻译翻译雷蒙多的不惜一切代价是什么意思 绑架高管滥用引渡条约 勒索盟友阻挠其进出口贸易 窃取盟友的技术 强迫制造业回流美国 对可再生能源可以中税 对于碳中和的气候目标 视若无睹 基于种族的任意拘留和驱逐 想象一下 美国把所有这一切都做了 到头来却仍然无法阻止像华为这样的一家公司 他们该有多绝望 我将非常乐意看到美国统治阶级这副自相矛盾的滑稽嘴脸 他们是在给自己找不通快呢 自由主义者们害怕与中国的经济竞争 但事实是 美国有一半的富人都得依赖中国的劳动力和资源才能挣大钱 想象一下 如果把中美两国的位置互换一下 中国制裁美国 禁止对美出口高新技术 美国该会何等的愤怒 他们大概会大骂中国 说这是妥妥的侵略行为吧 我在这里之所以要给大家复述这么长的外网网友评论 是因为我觉得这些评论 比彭博社那篇酸不拉击的所谓新闻报道好看多了 彭博社那篇东西其实没什么一妙 通篇下来也就一句 联盟多说 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遏制中国科技发展 还算有一丢丢看点 但是吧 所谓的不惜一切代价究竟是指什么 美国到底要采取何种举措 来遏制中国的科技发展 所有这些细节上的问题 雷蒙多通通没说 彭博社也没有做深入解读 得亏还有那么多网友的精彩吐槽 供我发散思维 激发灵感的 要不然我还真懒得就这么偏东西 出一切内容的 说到雷蒙多要不惜一切代价 遏制我们的科技发展这件事情 我突然想起了以前在网上看到过的一幅插画 上面画着一个大瀑布 水流很湍急 瀑布的下面是一群军人打扮的人 他们正站在河流中不知所措 插画的右上方还有一句注释 拿人的身躯能把河流阻塞吗 对于这张插画的出处 君正平工作室曾经考证过 按照君正平的说法 这其实是一张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 美军宣传单 它一般会被炮弹发射或飞机空投到 志愿军阵地上 用于向阵地上的中国官兵进行新战宣传 结合抗美援朝的时代背景 这张插画的制作者想要向受众传达的意图 是非常清晰明确的 美军的强大如同洪水猛兽 你们中国人仅凭肉体繁区 是不可阻挡的 听听70多年前的美国人这口气 有没有感觉和今天的雷蒙多简直一样一样呢 不过虽然美国人的这话说的霸气无比 但后来朝鲜战场上发生的事情 我们也知道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不仅成功阻挡住了 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部队的洪水猛兽 而且还把这几十万头洪水猛兽 给牢牢的顶在了三八线以南 直到抗美援朝结束 美帝国主义战争机器的钢轮履带 也未能再向北推进哪怕是半寸 以当时中美两国的综合国力 这场战争最后竟会以这样的局面展告一段落 这在当时的许多人 尤其是美国人看来 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然而他们的无法想象 对于我们这支军队 我们这群人民 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这个民族来说 其实也就是五千年岁月长河里的 又一次基础操作而已 1998年在抗美援朝之战结束四十多年之后 又一场以肉体繁区 阻挡滚洪流的史诗大剧 在华夏大地上扒开了帷幕 这一年的8月中旬 长江第六次洪峰 向湖北金江段发起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 汛情十万火急 水位达到历史最高处 微乳雷暖的金江大堤 眼看着就要被洪峰给冲垮了 金江大堤一垮 下游的武汉三政 将会在青客之间化为水乡泽国 上千万华中北进 也将因此而遭受灭顶之灾 危难关头 中央军委向奋战在抗洪抢险 各条阵线上的人民子弟兵 下达了命令 沿线各部全员上堤 迎接决战 当时间来到8月17日上午 金江段的洪峰已经达到了45.22米 比分洪警戒线还高出了足足22厘米 此时此刻 阻挡在视如猛虎的滔天洪水 和武汉三镇千万百姓之间的最后一道防线 就只剩下了人民子弟兵用血肉之躯铸成的人强 这堵血肉长城能够阻挡住洪峰多长时间呢 人民子弟兵的凡人之躯 能否在水位下降之前 经受住这足以汉天洞地的考验呢 我想当时谁的心里也没有说 现在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那一刻的他们所要面对的有形压力和无形质疑 肯定要比我们此时所面对的还要大得多得多 但是他们最后做到 洪峰退下去了 虽然浑身上下都伤痕累累 但是子弟兵们的脊梁骨依然挺直如松柏 金江大堤没有垮 下游的汉江平原转危为安了 土石和钢铁都没能挡住的百年洪峰 让他们用区区凡人的血肉之躯给挡住了 用字面意义上的血肉之躯挡住了字面意义上的滔天洪水 我们用自己的行动履行了领袖对我们的嘱托 我们中华民族是有着很强的凝聚力的 任何的困难都压不到我们 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一黄言26年过去了 曾经两度被迫要用血肉躯体来阻挡滚洪流的我们 终于在历史的安排下 和我们的老冤家调转了角色 这一次我们要面对的仍然是 凡人之躯能否阻挡滔天洪浪的老戏马 只不过这回扮演凡人的也不再是我们 而是曾经无数次信誓旦旦的叫嚣 要把我们的脖子勒得喘不过气来的老朋友美国 是啊 也该轮到他们尝一尝被历史的洪流 无情冲刷的滋味 也该轮到他们无奈的说出 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前进 这种听识无比豪迈 实则悲壮无比的绝命之言了 中国人民是惹不得 惹翻了是不好玩的 我们应该让教员的这句话成为所有帝国主义者 记忆最深处永远无法抹去的思想刚毅 如果雷蒙多们当真忘记了他们在抗美援朝中吃过的亏 那就让我们喂他们再吃一遍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